中国人在日本做什么最赚钱 在日本呢大概有将近100万的中国人 其实各行各业呢是都有涉足的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来日本大概七八年左右吧 然后他开的是中国的物产店 他基本上呢都开在车站附近 而且那个车站的周围呢住的中国人呢 就是相对的比较多一点 就应该是比较赚钱的 他现在开了大概四五家左右吧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们刚来日本的时候 如果你要想买一些中国的食材 吃一些中国的东西 你必须到比如说池袋呀 或者新宿上野的那些地方去 现在这个中国物产店呢 基本上每一个小车站的附近呢都有家 你像我家附近就有两家 你再稍稍走远一点的话 就有三家中国物产店 价格上面来讲呢 肯定是那比中国国内要贵的多 油豆角的那种宽呢 冷冻的500克 300日元要15-6块钱 你觉得是不是挺贵的 但是你要想吃的话没有办法 你秋天的时候 我记得有卖那个香瓜 就这么小的那一个 然后当时那个刚下来可能是 味特别香 日本没有卖的 然后他卖的是300日元一个 我不知道那个是空运过来 还是说咱们自己人在这边种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无产店 它都是赚钱的 跟你的进行方式呢 它也是离不开的 再有呢就是美容美发 美加美睫 这方面呢 现在其实还是也挺赚钱的 我的一个朋友啊 他来日本也是大概有十几年了吧 他现在在池袋呢 经营三家美甲店 一家美睫店 然后另外的一个朋友呢 他是一家理发店 然后一家美加美睫 在池袋那边 他可以接中国客人 也可以接日本客人 我这两个朋友呢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赚钱的 有一个闺蜜啊 她剪头发就专门去中国人 开了那个理发店 她说就是那小细节的那个部分嘛 她拿日语呢 讲不太清楚 她剪头全都是去 中国人的理发店 中国人那个理发师 和日本的理发师 技术方面我觉得都应该差不多 但是她可能那个风格 我闺蜜呢 就还是比较喜欢 那个中国理发师 给她理的那种风格 还有呢就是不动产 在疫情之前 其实不动产生意还是蛮赚钱的 因为要移民到日本来的 这些中国人呢 其实都是挺有钱的 你想我有一个朋友啊 北京的大哥 突生突长的北京人 然后她移民到日本来呢 她买了一栋房子 然后做出租 买了一个一户建呢 自己住 反正前前后后吧 她从中国到日本来 整个完全安顿下来的话 她大概花了人民币1000万左右 她的两个房产呢 就大概值人民币700万左右 她的两个房产呢 也是找中国人的不动产呢 买下来的 日本的不动产呢 会收取 你所买的这个不动产的 3%的这个价值的手续费 所以说 大部分我们中国人 在日本买的这些房产的 价格都相对的比较高 1亿日元的房子 不动产就要收取 3%的这个手续费 其实还是蛮高的 再一个呢 就是餐饮类 现在有好多 就是中国一些 比较流行的吃的东西 你比如说大盘鸡 正宗的四川火锅 还有一些潮汕的料理 其实在日本这边呢 现在呢 都可以吃到的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我们来日本的时候 吃的那些中华料理呢 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开的 就是完全适合了 日本人的口味 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华料理呢 是麻婆豆腐和韭菜炒鸡蛋 当时听了之后呢 其实我也挺受冲击的 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好吃的 日本人竟然只知道 麻婆豆腐和韭菜炒鸡蛋 当然了 餐饮业呢 现在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挺受冲击的 但是呢 如果你经营的好呢 其实还是挺赚钱的 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就是在池袋高天马场 这两天呢 又在上野 开了一个三层的潮汕牛肉 我们今天晚上 打算去蓬蓬场 因为他已经做了 十几年的餐饮嘛 所以说对于这方面的 经营管理啊 相当的熟悉了 所以他开店呢 是赚钱的 好了 你们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 可以评论区留言给我啊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